说到南岛语族,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国际学术界所指的南岛语族是生活在太平洋、印度洋岛屿上,语言属说南岛语系的庞大族群,语言有1100至1200种,是目前世界上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最大族群,人口约2.7亿,分布范围极广。 东到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到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到今天的夏威夷和台湾,南到新西兰群岛。 殊不知,南岛语族的起源地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平潭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前,中心社记者实地探访了中国首个国际性南岛语族考古研究机构,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 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位于平潭平渊镇上方村,基地的入口处立着一座刻有南岛语族人面图腾的木雕门栏,一栋栋新维修的传统石头措,错落有致地排列着。 1958年,考古人员在平潭南农村发现了壳秋头遗址。 1985年,福建省考古队对壳秋头遗址进行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共清理出21个贝壳堆积坑和一座墓葬。 经探十四测定,壳秋头遗址迄今5500至6500年,壳秋头遗址代表着敏台地区新世纪时代的早期文化, 是福建乃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海洋文明的重大考古发现,由此平潭逐渐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壳秋头遗址是目前福建沿海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处新世纪时代遗址。 那么这一处遗址也成为了我们目前国际学术界一直关注探讨的一个关于南导语族起源这个, 以扩散这个重要国际课题的一个关键遗址。 正好壳秋头遗址这个6000年,根据国际目前学术界研究的成果来, 南导语族的起源的时间节点大约就是6000年, 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往台湾迁徙。 经过台湾这个中国的几百年以后,他们开始往南,往回律宾走了, 再开始往西跟往东,往台平洋,往南迁徙。 这是国际学术界现在已经很清晰的一个角度, 所以我们平常就是说,一直是成为国际学术界南导语族, 那个起源与扩散研究的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区域。 在史前文化展厅内,记者看到,这里成列了陶片、 裸壳、动物遗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等文物。 这些6000多年前,先民所使用的石器、陶器等大量的食物, 都揭示了平潭与南导语族的起源地很可能密切相关。 平潭的史前遗址展厅,那这个展厅主要是展示我们平潭的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以及到青铜时代。 那目前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展示柜那边是, 这个是叫石崩,目前的话南导语族那些现在原住民 还在使用这个生产工具。 像这个呢,陶片,像这个是我们的平潭发现的一个陶法轮。 陶法轮呢,为什么可以判断它是陶法轮? 陶法轮它是一个织布的一个配解。 那像我们看到这个陶片上,是有明显可以看到有一个 当时的一个神子的鸭印的神文印, 就是说明当时也佐证了我们平潭农耕文明的一个启门。 依托国际南导语族考古研究基地, 目前平潭立足中国东南沿海实现文化, 尤其是海峡两岸史前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 致力于打造一个世界性南导语族研究成果交流发布的学术平台。 在放雪村看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 将有更多的时政能够证实平潭是南导语族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那么我们搭起一个国际的学术平台, 然后吸引着国际学者到我们平潭来进行研究这块文化的东西, 内涵的东西。 应该来讲,我们在南导语族研究将来会有一个国际话语权的一个东西。